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6月10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董宇辉 为什么聊董宇辉呢 因为他又上热搜了 再一次上热搜 而且在我看来 他这次上热搜 比上一次更加离奇 或者叫更加不能接受 董宇辉经常上热搜 上一次他上热搜 搞出那么大舆论 主要是他跟团队之间产生的矛盾 东方争选 他是一个出镜的人 就是像我这样在镜头面前 结果小编啊 就幕后工作的 觉得这个功劳啊 光环都在这个董宇辉身上 这个对集体 对整个栏目 对东方争选都不好 所以他们产生矛盾 矛盾公开了 后来啊 这个董宇辉就离开这个 东方争选自己 单独搞了一个什么 与辉同行 就那个事情 其实那个事情 不好说谁对谁错 我也做过节目 实际上是商业利益 但是这一次啊 董宇辉又上热搜 这一次我就感觉 董宇辉啊 有点过了 就是昨天啊 在6月9号 在一个我爱我很棒 户外电台中啊 这个董宇辉在这节目里面 就说了很多雷人的话呀 比如说啊 他说他非常反感 被叫网红 这么大的一个网红啊 他非常反感 自己被人叫网红 然后又说啊 他到今天为止 都不享受直播工作 这个话对不对 那另外的一个事啊 总之啊 他说的这些 跟他的反差呀 就特别大 我也不知道他是 为了流量这么说呢 还是其他的原因 总之这一次啊 我感觉东宇辉 有点玩过了 就像那个李佳琪啊 他不是在卖什么花车饼的时候 他不说了吗 对他的粉丝和消费者 你努力了吗 这么多年 价格从来没有变 你也没有问过自己 给人感觉啊 给人感觉啊 有点飘 有那么一点小人得志 有那么一点啊 叫脱离群众 或者叫不接地气了 他是本来从这个 普通人中啊 打工仔 脱颖而出的 长时间的光环之下 有点不接地气 有点不失人间烟火 我们看看他怎么说啊 他说啊 他说我不能肯定的说 我爱自己 至少我现在生活状态 没有那么放松 这个很正常 爱不爱自己 这个谁都说不好 对生活状态不满 这个估计大部分人都有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 无论你有钱没钱 因为这个社会啊 内卷家具 大家压力都大 老板 员工 单官的 捡破烂的 内卷都大 内卷家具啊 大家压力都比较大 所以说啊 生活状态没那么放松 我觉得这个是 大部分人都有这个现象 不去东人会一个人 就是或者说 非常放松的那种 生活状态的人 这些小朋友 幼儿园的 他能做得到 很难说 我享受现在的生活 这个不多说了 大家都差不多 否则的话 不会有那么多跳桥的 不会那么多桥 都需要派人去看守啊 隔20米就一个人看着 就不会有那么多 伤害群众的事情 危害社会的事情 东人会说啊 除了前段时间 在海南待了几天 每天能自由的呼吸 那几天 我感觉 我都会笑 这就不太清楚了 说什么了啊 但平常的工作状态下 确实很少笑 这个就说明 他不工作的时候 他是可以笑的 可以放松 一工作 他就没有了笑容 他就不放松 紧张 大概就这意思吧 这个也没什么啊 这说明他对工作啊 非常严格 要求比较多 一进入工作状态 就精神 就紧绷 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个现象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马农 就是普通的996 打工的 恐怕上班的时候 也是这样 很少笑啊 另外 东云辉还回应了 对网红这个称呼的看法 东云辉称 很反感 这两个字 非常反感 这个我觉得 有点问题了 他说啊 你可以说下杆教师 或者其他任何一个词都行 英语中网红 他说翻译成什么一个词 它不是一个宝译词 通常都是做一些非常蠢的事情 然后去吸引眼球的 我很拒绝这两个字 他这个说法 给人感觉就是 他对网红这两个字啊 为什么反感呢 是因为网红这两个字 变成英文 那个字就不太好 有愚蠢的意思 有这种滑稽的意思 他曾经是新东方的 对吧 英语培训教师 事啊 就坏在这儿 你并不是活在英国 美国 对吧 你活在中国啊 你管那个英文的网红 有什么意义呢 你所有的粉丝 对吧 买你货的 听你直播的 有美国人吗 有英国人吗 有这些英语国家的吗 对吧 你还是要看网红 这个在汉语中 什么意思 我觉得在中国啊 网红这个词 它是个中性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啊 随着社会的进步 刚开始网红 恐怕大家都有一种 不理解 或者是 有一种轻视的意思 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啊 对吧 在发展 网红这个词 越来越中性 因为网红这个 不是指一个 什么阶层 也不是指一个什么 你的文化 你的学历 都不是 也就是说啊 谁得有可能成为网红 一个机缘巧合 各有才 他就成了网红 否则谁认识郭有才啊 谁知道他是谁啊 但是郭有才成了网红之后 你对郭有才 有什么看法吗 你会瞧不起他吗 或者你会看扁他吗 都不会的 还有网红 像司马南老师 胡锡进 也是网红啊 你如果讨厌司马南的话 你是因为他是网红 讨厌他吗 不是了吧 你是因为他的为人 他的人品 言行不一 你讨厌他 你喜欢他 你恐怕认为 他是为穷苦人 为底层人代言 你不可能因为 他是个网红 你喜欢他 所以你看网红这个词 它是个中性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不能否认啊 最早的时候说网红 可怕带有那么一点 蔑视的意思 对吧 随着这个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 在进入 对吧 成为网红 因为网红是个 社交媒体啊 兴起之后的一个现象 很多人通过社交媒体 一下让更多人认识了 这不是成了网红吗 我觉得董永辉啊 他完全可以说的 更仔细一点 他这个网红是 直播带货的 你说我讨厌卖货 我觉得这个可以说得出去 卖货这个是一个职业 是一个行为 对吧 你说我讨厌直播带货 我已经烦了 这个就更准确 你说你讨厌网红这个词 认为网红是个贬义词 代表着愚蠢 代表着不好 我觉得这个 董永辉 那也是英语老师 而且他直播的时候 讲的都是一些文学 读书 读口感 等等啊 我觉得他最起码的 把一个语境给搞错了 你在面对你的粉丝 都是中国人 都是华人 说中文的 你跟人家讨论 这个英文是个贬义词 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说英文的 根本就不在乎你 也不是你的粉丝 你在乎英文的 有什么用呢 何况啊 他这翻译不一定对 但是他又享受 网红这个待遇呢 一边说 讨厌网红这个词 又享受网红这个待遇 网红这个现象 给他带来的好处 你看他现在到什么景区啊 到公众场所 都是前呼后拥的 好多保安 把他围在中间 有人在前面给他开刀 一看什么大人物来了 更关键的在后面啊 东仁辉说他不享受直播工作 他说我是非常抗拒 卖东西的 实事求是 我到今天都不享受这个工作 这个就好解释了 我刚才说了 他接受这个网红这个词 实际上应该 不是这个网红词 翻译一阵英文 是贬义词 而是他恐怕不喜欢卖东西 在镜头面前啊 在那卖货 直播带货嘛 实际上说白了就是卖东西 他对这种啊 销售啊 向大家推销东西啊 这个是抗拒的 不能接受 这个你不能怪的 每个人性格不一样 他是机缘巧合 成了带货主播 完了一下还火了 所以就误打误撞啊 一直这么干 越干越火 越火越干 但是他内心又抗拒 所以这叫错配 对吧 就像很多人真的 他身的是个男孩身体 但是却是一种女性的思维 这就是错配 这就是个悲剧嘛 那东友辉就是错配 按照东友辉的说法 他直播的时候 对吧 那种投入 那种很享受 他卖东西的时候 没看出他痛苦 对吧 嘴里都是诗和远方 什么阿拉斯加的 什么海豚 跃出水面 那东友辉的意思 告诉大家 他这都是在演 因为他很痛苦 他不喜欢这样 但是他是演给大家看 他不就想说明这个吗 说到这儿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 东友辉恐怕出问题了 按他自己的说法啊 他每天晚上12点下班 回去之后 洗洗涮涮 12点半 完了之后 要吃安眠药 说润期好的话 两点多三点 减度睡着 润期不好 那就不知道几点睡着 我想失眠啊 吃安眠药 恐怕也有很多人 都有这个经历啊 我没有啊 说到这儿 我就怀疑这个东友辉啊 恐怕已经出问题了 按照我的观点 我是建议他 赶紧到医院去检查 他是不是生病了 是不是抑郁症 或者其他的 精神方面的问题 早检查 早受益啊 首先我们假设啊 他是精神状况 出问题了 每天要吃两颗 安眠药才能睡着 说明他睡眠质量非常差 说明他还是压力比较大 如果是病 早治 没有毛病啊 如果他不是病 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那叫无病生瘾呢 有点这个未复心词 故作愁啊 或者未复心词 强说愁 如果不是病 那他这就是 凡尔赛 这个对那些 努力工作啊 努力奋斗 那些失业的 那些跳桥的 是一个打击啊 为什么这么说啊 他的这个 带货业绩 他现在是这个 红的程度 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 他比90%的人都要强啊 如果你不喜欢这么工作 那太简单了 想成功很难 但是不想成功 那非常容易 你从明天开始 你就不要直播带货 也不要上什么节目 不要做什么自媒体 你自己喜欢海南 在海南待着不就完了吗 给自己放两天假 不是两天啊 两年 你又不缺钱 你何必呢 有多少人想像他这样 对吧 成为网红 带货 能赚钱 改变命运 改变生活 多少人在努力啊 多少人达不到啊 大家记住了 一定要记住了 一将功成望谷哭啊 一个东人会成功 后面也千千万万个 东人会倒下了 干直播 干黄了 赔的裤子都没得穿了 他有没有想到啊 他的成功背后是很多人躺下了 结果他告诉大家 我不想 我不喜欢这个工作 我也不喜欢钱 我不喜欢当网红 我不喜欢带货 一边说不喜欢 一边 对吧 继续享受网红带来的这些 你这不叫方尔赛吗 你这个 说起上脖子 还要拉屎的 这个就过了 别人想成功 各种努力 千方百计的 最后是一场空 他是不经意之间 突然红了 当然跟他努力也有关系啊 既然你不喜欢 你不想当网红 你不想卖货 这个选择权在你自己手而拿 对吧 你选择成功不行 想成功 不是你选择的问题 但是你要选择 不当网红 不卖货 不成功 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吗 但是他一面说自己不享受 讨厌网红 讨厌带货 一面自己继续去干 滋滋不转 这个如果不是病 就是方尔赛 就是诚心的啊 气人 我觉得这个就是人品问题了 跟家头有点像了 你不能便宜占尽了 往来之后 回头说我不需要这些 对吧 你让那些失败的人 让那些混得不好的人 让那些想成功 而又成功不了的人 情何以堪 他们只有跳桥这条路了 这个我觉得 这是人的问题啊 所以我更相信啊 他恐怕是精神出问题了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赶紧早点去检查 早治疗 你就不干了吗 把这机会让给别人了 他现在头部主播 对吧 一个头部主播倒下 千千万万个小主播出来了 带货的 诶 这个有点那个一金落啊 万物生的概念 他当初起来的时候 叫一金起 一金活 万物死 所以这里我要说说 这个咱们这个 网红现象 因为这个技术的发展 对吧 社交媒体 现在发达 大家都已经 通过手机啊 了解一切 通过网络媒体 社交媒体 去看世界 这一大功能啊 一大进步 实际上就是打破了 传统媒体的 弄断 纸媒 卫视 电视台 电台 那都是有数的 那都是垄断 你没有资源 你没有钱 你没有后台 你没有能力 你根本就上不去 现在这个自媒体 对吧 这个社交媒体 让千千万万个 很普通的人 以往恐怕根本就没有机会 没有时间 没有这种可能啊 被大家所认识 哎 通过这个短视频 通过这个社交媒体 很多人认识了 这是一大进步 那必然就会出现很多 所谓的网红 因为人家人比较多啊 对吧 二十年前 就知道一个赵本山 你还知道谁啊 陈佩斯 或者是范伟 就完了 但是现在呢 都展露头角 对吧 很多人 有的是凭自己的实力 有的是凭自己的财富 有的是凭自己的这个外贸 有的是命运之神 显中他了 一下就火了 各种各样的火 社会越来越包容嘛 东云辉呢 也是机缘巧合 他说他就是一个老师嘛 英语陪顺老师 如果没有这个社交媒体啊 没有这些短视频平台 没有这个直播带货 又有谁认识他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网红现象 他的生命力并不持久 因为网红很多都是 莫名其妙一下就火了 他也很快 莫名其妙就没有了 来得快去得快 很多网红啊 已经淡出我们的视线了 新的网红 有的但是 长江后乱退前乱 前乱死在沙堂上 你比如说 几年前那个李子柒 那也是火的不要不要的 现在逐渐淡出世界 还有很多啊 但是又新的出来了 东云辉就是一个 国有才啊 等等啊 网红的这个生命周期啊 比较短 所以说东云辉如果是 真的讨厌这份工作 不喜欢网红 不喜欢带货 也不用太焦虑啊 就很快他就过去了 那个时候你再喜欢 也来不及了 江山带游财人区出啊 各领风骚三五年 叫平台带游网红出 各领风骚三五个月 所以东云辉也没必要焦虑啊 对吧 你就这么下去 再顶多有个两年 差不多就人就忘记了 会有别的人来取代你 别的形式 龙永浩直播也火过一阵子 现在慢慢的也就当初了 不是一样的吗 咱们这个社会实际上不缺网红 一批网红被人忘记 新的一批马上就会出来 另外我想谈的是 这个还要回到过去 东云辉啊 跟那个东方云辉之间的矛盾呢 从这可以看出啊 东云辉从那个东方云辉 单搞一个栏目 叫辉辉同行 他的压力更大了 如果说他搞直播带货 搞这个网红 还有快乐时光的话 那么他这个快乐时光 恐怕就在东方云辉 在东方云辉的时候 他只是个出镜的人 当然了恐怕也有话语权啊 但他更多的是 把精力投入到自己的栏目里面 他说的内容 怎么跟观众互动 怎么样传达他的独合感 诗和远方 更多的聚焦在节目内容本身 但是等他搞这个辉辉同行的时候 这完全是两概念 那个时候他就背很多指标 钱 员工 团队 怎么样管理 整合 效率 他已经不是全心全意的 在节目内容本身上面 不担家 不知拆迷油盐贵 他在东方云辉的时候 这些工作是别人替他干 他只管把自己那个内容做好 他出来之后搞语会通行 实现什么都得自己看 都得操心 所以他的压力越来越大 这个咱们要承认啊 不是所有人都能当老板的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管理啊 这个管理当老板 杀伐果断啊 诶 叫辞不斩兵 善不理财 敦辉他那个人设 他能干这事吗 他那个人设就担不了老板 他那个人设甚至负责一个项目都不行 他那个人设只能做 类似主持人 评论员 是一个岗位 所以我认为啊 他在东方政选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 我不知道 压力大不大 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他也没说啊 但是搞这个 辱会通行之后 他明显的压力大了 加重了他的病情 最后再说网红啊 网红其实没什么 无非就是赶上了时代 有了这个工具 有了这个技术条件 让一个人更容易被更多的人认识 让大家之间认识起来比较容易 这个时代的红利啊 没有好坏啊 作为网红啊 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有个清醒认识 我不是什么网红啊 因为粉丝不多 如果是的话 也无所谓 我对网红这个词 没有什么忌讳 随便 但是我要是网红的话 我会牢记啊 会告诫自己 你只是走运而已 赶上这个时候了 让很多人认识你 不是你真的有多厉害 很多时候都是机缘巧合 都是佛教里面说的缘啊 所以不要为网红这个身份所累 既不要因为自己是网红 高估自己 也不要因为是网红 就觉得自己 敌人一等 卑微 这个都是错误的 所以说啊 东吕辉啊 第一次跟这个东方正前之间 闹着这么那个如论风波啊 还不太好说是吗 是吧 我记得我当时做的节目 说的就是一个企业内部管理 风险控制 对吧 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东吕辉身上 那对一个商事公司来说 那肯定是不安全的 万一东吕辉出问题了呢 我记得我当时就是这个结论 所以说对吧 把这个更多的东西跟平台想挂钩 但是也不能说东吕辉有什么问题 现在东吕辉自己 对吧 叫辉辉同行啊 你就可以看出东吕辉再说的这一话 说明东吕辉的问题啊 更大 不管他怎么解释 给大家的感觉就是 既要又要 所以我倒是觉得啊 这个时代对东吕辉来说 那是厚爱 因为他的问题 他特别好解决 他只要放弃 他就解决了 我们大部分人的问题啊 自己解决不了 这才是悲哀啊 我们怎么努力都于事无补 而东吕辉呢 不想做网红 不想带货 那你就不带啊 没人勉强你 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让给别人吧 给别人机会 不能占着社会资源 不能占着时代的红利 完了回头说 这个我看不上 我不喜欢 装什么会被雷劈啊 这个一定会是回旋标 但那个王首富啊 说小目标 这才几年过去啊 现在回头再让他再挣个小目标 有人说他对前辈概念 那阿里现在是要死要活啊 得前辈概念吗 这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概念 所以不要装 装容易遭雷劈 回旋标 很快就会扎到自己 我们有很多人啊 分不清楚 什么是时代的红利 什么是平台能力 什么是自己的能力 容易混为一谈 一个人成功之后啊 他恐怕靠的不是自己 而是时代 或者是平台 负能 但是他物由是自己 有这个能力 而我们绝大部分这些成功人士啊 靠的都是时代和平台 个人能力啊 不起主要作用 哎 这就决定了我们这个时代 这些名人 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 生命周期非常短 昨天还是首富 今天就变成首富了 昨天还在到处扩张 今天就开始卖家常 昨天还人五人六 都是兄弟 哎 今天就是不努力的 没有业绩的 不是兄弟 所以根本原因 就是不是个人能力强 个人导致成功 而是这个 他踩中了风口 踩中这个时代 然后这个平台 他成功了 等到这个风口一过 等到经济出现变化 等到平台不行 他马上就跌下升堂 大家有一个算一个 可以把它套一套 但是你看啊 人家美西方这些成功人士 他的生命周期就非常长 你比如那个巴菲特 对吧 你比如说比尔盖茨 还有很多人啊 他一直红 这个值得大家研究啊 能够一直红 那就说明他 还是个人能力 起主导作用 所以这是我从 董吕辉这个现象 我看到的 我们所谓的成功人士 实际上跟资深关系 不是特别大 所以起来消失 都是那么匆匆忙忙 所以我经常说啊 也经常告诫自己 也要清醒的认识自己 不骄不骄 好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